驚險狀況來看到 高雄一名男子騎車載女朋友 不但是違規騎上了人行道 還不小心跟右轉騎士發生碰撞 害對方當場倒地 雖然肇事責任還有待釐清 但是違規的行為確定要吃上罰單 好 另外在屏東 則是為了保障行人入權強勢執法 在短短兩個小時內 就開了41張罰單 十字路口眼看騎士準備右轉 下一秒發生碰撞 只見雙載機車從人行道 突然衝出遭撞的騎士當場倒地 機車車可破碎 領間噴飛 日前高雄陵雅區黃姓男子載著女朋友 騎車行進三路二路時 一次沒注意 這才與準備右轉的無心騎士發生碰撞 導致騎士差錯傷 好在五大愛照澤有待釐清 此次黃姓騎士違規也將被開罰 雙方駕駛五酒駕 黃南駕車行駛在人行道 除新台幣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滑完 人行道的設置就是為了保障行人權利 而在屏東也嘗試執法 來兩邊 兩個都靠邊停車 馬路上大大的字寫著停 但民眾大多看見沒車就直接過去 直接滑停出來就是屬於回歸了 不管機車還是汽車都一樣 屏東潮州警分局二號晚間 在三角公園旁的引道進行執法 短短兩小時就開出41張罰單 由於該引道是匯入主幹道的單行道 因此設有停標字樣及停讓線 需要依規定停讓 但長期都被忽略 因依規定停讓 違者可處600元以上到1800元以下罰還 深夜不想被開單 但就判透過加強取締能降低事故發生率 記者高雄屏東綜合報導